問759 早幾天都有推過的自己 759就現價位買不買得過 我覺得759又相對 老實說 220就差很遠 昨天在節目中也有說220 我自己說 我代表我自己 1元守不住就立刻走 我不是看得那麼理想 裡面充斥著什麼資金 大家都未必分得清 早幾天在節目中也有說 所以大家就小心 但是759就相對看得比較好 因為大家都看到店鋪仍然在賣東西 當然股價有升又跌 但是今年盈利 我都覺得是梗菊 內地正在推出內循環 其實香港也有內循環 要入貨的嘛 星期六日的時候 難道每次都會吃外賣嗎 有時候偶爾都會買Rips回家 自己嬌下來吃 賣啤酒 自己在家裏 賣 759 或者HATV Mall 那些都幫到手 這些都是 我們的日常生活來的 我只能夠說 我也覺得這一類是OK的 例如今年來說 始終受過疫情影響 基本上今年也看到網購 或者這一類 賣東西吃的股份 其實我們覺得都會是OK的 例如HKTV Mall 這些基本上都看到銷售 其實都上得幾快 你說759 這些可能是實體店多一點 可能影響 你說受惠程度有沒有那麼高 那就可能是差一點 但是你說真的正如剛才阿欧 你說只要這樣吃都要買東西吃 對呀 那你始終是禮拜六日 即是要買東西吃的 或者去759 這些入貨 我們覺得都會有可能 所以其實都會是一個 相對受惠的概念 即當Donkey不在香港上市 Donkey在香港上市 我都抽身鼓 哇 星期六日有時跟家裏人去 去荃灣西的Donkey 你想泊車進去海子暖 難得飛瘋 那些人大代二代那些 啤酒 都買幾搭 這樣搬走 真的很恐怖 即是我去銅鑼灣 我之前幾個禮拜前去銅鑼灣那間 即是新開 每晚都想走進去 但每晚就算我11、12點走進去 都是進不了的 都是進了隊 即是最後結束都是沒有進去 直至有一晚終於進去 終於肯排一下 進去 真的多人多到 那些社交距離是這麼近 大佬 你在選擇的社交距離是這麼近 我真的覺得很懷疑 在大家同心抗疫之時 都明白的 難道叫你去銅鑼灣 都會是 始終就是晚上開 晚上有東西吃 有東西吃有東西買 晚上有東西買 現在 尤其是零售都相對來說 東西都早收 那你說 有間店是夜開的 是呀 有間店是夜開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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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香港人有多喜歡吃壽司的 他兩三點都跟你有些拖羅 有些劍魚腩壽司吃 其實是很溫暖的 在抗疫疲勞的期間 即是很恩惠 所以 如果Donkey上市 我真的分身抽 這個是開玩笑而已 大家繼續問問問題 所以 我也覺得759 你說今天跌了3% 你可以分幾轉買 穿了8毫子又買下跌 你看到他都沒有再跌下去 0.78 就是底價 你看看他52周的低位 他下不去4毫子 那時候是最糟糕的 你說 再下望多少 我不敢猜底 不過4毫子 我猜最低都是下到6毫子 而且 說真的 疫情又慢慢退卻的時候 然後他這些股份又會加上去 即是借到以後 又做一些銷售 大家又正正常常賣東西 正正常常消費 所以 我覺得這一類股票 我都比較看好一點 而且 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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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邃 不太 不太 不太